五件好为房东哽咽 I always here for you 忍住眼泪 不让你看见 Oh 我才改变 下面待机让Vanice 差点落下哪儿了呀 而这房东西都妹 就被一堆人躺枪啊 Vanice和房族名是Maggie 她的小舅子Elroy跟房族名也很熟 Elroy更出现在房东 穿呼马的屌虾聚会中 Vanice今天出席电动牙刷记者会 这个敏感时机当然会被问啦 Elroy她又被卷入说 跟那个房子名有去掉下场 好像有疑似西大马奖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帮她澄清一下 她没有 最后一集 然后阿东也一定要回来了 是为他们的朋友 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说 I love you guys I'm praying for you guys And no matter what I'm always here for you guys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最后她坐下平面联访 短短三分钟情绪起承转合 你之前有发现房子有怪怪的吗 因为她说我七五八年了 关心这件事情呢 因为我觉得现在真的非常敏感 所以我真的不要多说 Yeah 我非常关心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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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我当朋友 我能帮到什么 我一定会帮你 Yeah 我只知道我来做好我的 我是一个朋友的 在做的事情 你没有给哽咽感伤 是原因的 是原因的 是 他们是什么朋友 我想要去任何人看到 这样的事情 一定会难过 所以那时候看那个影片 我们可以不要再问这个问题 好 谢谢 另外一个我们的软性的 你的那个 舅子的 Elva 最近 好像还蛮开心的 这是好事 你怎么对啊 唉 你们哪 在于这件 这个问题 这件事的 oh man 这个问题呢 呃 我应该会说的是什么 你说是HASHTAG 嗯哼 HASHTAG怎么说 呃 标签 对 标签 Tag Tag 标签吗 BJ4 不解释 不解释 哦 评估了Online 我们 我们可以亮一下 是吧 好